在中文版本身有火龙果的情况下 移植的概率非常低 估摸也就存在3%的移植可能啊 昨天才回到重庆 就看到不少的粉丝同学艾特小萨 休息一天得做视频了 还是那个金九不帅的话题 小萨又又又又被打脸了 这次的主角是火龙果 随着官方放出的这张图 让小萨打脸的话题再度高涨 先看这个剪影 左边的这个 头上还有电弧的 明显就是中文版原创植物啦 至于下边亮眼的藤蔓 不用质疑 这家伙是忧于藤蔓啊 国际版一直以来 代替忧于固的植物 右上角这一株 虽然是纯黑的 但是不用拆不用想 我们就知道是火龙果啦 到中文版会叫暴君火龙果吗 咱们再来回顾下火龙果的基本属性 暗影家族植物 火龙果的攻击判定也是非常低 都被僵尸啃了 还要打后面的僵尸 不知道到了中文版会不会有变化 火龙果有死亡动画 还会分裂出小火龙果 小火龙果使用大招 又会重新长成大火龙果 暗影状态下的火龙果 拥有毒液减速攻击 你觉得这株植物 移植到中文版后 第四五节的能力 会是啥样的呢 欢迎大家伙在视频下方畅所欲言 另外 你们觉得 下一株打脸小杀的植物 会是谁呢 在这株打脸小杀的株打脸小杀的株打脸小杀